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全都是商业区啊 布鲁塞尔的这个商业是积极的发达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后工业时代的一个体现 就是说服务业变成了一种阻挡的这个产业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没有工厂 基本上一看欧洲很少工厂 没有工厂那就说明 它很多这个生产性的东西呢并不需要在这里进行 那么它经济主要是靠什么呢 对吧 你像有一些国家像瑞士这种 它都是靠金融 它有一些地方呢就是靠服务业 就像布鲁塞尔 以前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啊 现在今天算是看出来一些苗头 就是说很多人呢 这个从农村被聚集到城市里来 然后呢 小城市变成大城 聚集到大城市 大城市变成super city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 就是说 人特别的多 服务业特别的发达 工资也很高 这大姐我估计跟我们比都是富豪啊 这边刚才又看到三个中国大哥 在这边的楼盖的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又在这边乱钻一下 也没有明显的想去的地方 这个撒尿小童 我到现在没有找到啊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 现在是找超市 吃饭和走超市 刚进